大家好,我是Kyoko 來到今天我們會找兩個文型 其中一個文型比較多 但不要緊,我們先開始講 第一個就是 Beki Beki da 或者Bekiではない 前面跟動詞似出形 E的原詞 不要意味,變成Kuある 那的用詞 或者是名詞 就跟著一個Dある Suru的話,就要變成Suru Beki 或者Subeki 在後面就跟著一個Beki da Bekiではない 它的意思就是應該什麼 或者不應該什麼 那我們看看第一句的例子 電車中では Manna o mamonu beki desu 電話したり お声でさわいたりしてはいけません 在電車上應該要遵守這個禮儀 Beki desu 後面就說 不可以打電話 或者大大聲的圈話 表示這樣做是正確的 有一個勸告、禁止 或者命令的場合 是比較客觀 而且是有原則的判斷 用在書面或者口語都可以 或者我們可以用Bekiではない 就是不應該的意思 第二句這裡的例子 ど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も 母親に対してそんな言い方をするべきではない 無論發生了什麼事 都不應該對父母這樣說話 所以就表示說話人 認為有這樣的義務 是要這樣做的 這樣的意思 然後下一個就是 有很多解釋的文法 其實有很多 但是也不算很難 我們逐個例子看看 第一個 尿港的文型就是 hodo 第一個 接觸是名詞加hodoない 就是 沒有摩咪 那麼摩咪 不如摩咪 這樣的意思 最後一個例子 今年の冬は今日年ほど寒くない 今年的冬天 沒有去年那麼寒冷 是表示程度的時候 就可以用hodoない 然後 接觸義 就是 動詞的普通形 或者 e的形容詞 na的形容詞加na 或者名詞加hodo 表示幾乎咪咪 或者簡直咪咪的意思 是表示動作 或者狀態的程度 譬如我們看看後面的例子 譬如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對 對 這道菜 辣度 眼淚也要流出來 代表這道菜的程度 要流眼淚 這麼誇張的程度 去表示 嗯 在這道 hodo 是書面語 你也可以用kurai 或者kurai 但是 它就表示比較厚 好一點 第三個接觸 就是 動詞的普通形 i的形容詞 na的形容詞加na 後面跟 hodoではない 或者 hodo no 再跟名詞 再跟這個ではない 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心配するほど の けがではない 這個箱 並不是去到 要擔心嚴重的程度 意思 即是沒有達到 某某某地步 這個時候 就不可以用kurai 代替的 一定要用這個 hodo 接觸 然後接觸 四 就是名詞加 hodo はない 沒有比何 更多 的意思 表示最高的程度 相當於kurai 這裡可以用同kurai 和換 我們看看第一句例子 このhodo 辛いことはない 沒有比這件事更加令人傷心 即是說這件事是最高 最令人不開心 最傷心的事 另外這裡補充一下 就是說明5 它的意思 hodo 亦可解造 前行的變化 後行亦產生變化 例如 勉強するほど 疑問が出てくる 就是 隨著學習 即你多了 就有越來越多的問題 這個意思 除了以上的用法之外 如果hodo 是兩個 雙倍的用法 即是hodo 亦表示剛剛好 的意思 大家可以當優惠的 記住 今天來到這裡 好像很複雜 但很簡單 總結一次 Becky 就是應該 或者 Becky 就是不應該 的意思 比較客觀 然後hodo 雖然有很多解釋 但其實 它跟kurai 的用法 都差不多 是表示這個程度 或者是 沒有比什麼什麼 更什麼什麼 的意思 如果詳細 不記得的話 就由頭看 那我們 明天再見 如果你想找三次卡 就去我的IG 想看多些日本資訊 就去Facebook 如果你想找多些文革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明天再見 再見 拜拜 拜拜